真是難以用我的說話去講出來,我是哪一個,竟然間這麼多人為我大事周章, 這麼多在諸內兄弟姊妹,他們撥擁來到這裡光臨, 實在是因為我有思讀的身份,所以我可以講,我現在正在偷這個身份的光, 回顧我過去整個生命,使我感嘆到尚主仁慈的安排, 一個出身很卑微的,幾十年斷斷足足,被病魔纏繞的人, 居然能夠履行這個身份的使命,又能夠生活到現在, 不過,比起很多童年的老年人,認算是健在,可以講的是上天對我特別的厚愛, 只可惜我未能完全出來去環保這一份愛, 我覺得自己真是一個極之差勁的演員,有時候更加會擅自去改這個場館, 有時候也想換一下這些角色,幸好天主是最好的導演, 他容忍我,也是很嚴格地去督導我, 靠著他的幫助,我能夠,可以講強差人與我演出, 一直演到現在我的一生到了八十歲, 我現在已經踏入了無年了,記憶力已經失去了大貫, 不過,很奇怪,儘管大部分的往事,大多數人的姓名, 我都記不起,好像今晚我遇到很多人, 真是記不起他們的名字,但是, 因為天主給過我很多恩責,和眾人為我所做過的, 或者給過我的一切,無論是多久之前, 我都絲毫無忘記,而且時不時都能夠活躍在我的腦海裡, 掀起我一份感恩的心,所以,除了感謝上主的恩德之外, 我亦都是感謝無數幫助過我成長,幫助過我工作, 和健康的糧師益友,包括醫生,護士, 包括我們會內的會士和信眾,尤其是今晚出席, 各位兄弟之門,請大家同意,